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大家好 我是梁嫣诚 跟大家讲讲世界大事 今天有关伊朗和美国的对立 都是来自1979年亲美的巴利维国王 因着全国人民示威被迫出国 巴利维想进行一个将伊朗变成美国形态的国家 将行白色革命 很多是根据美国的西方方式来改造伊朗 美国一直以来很想别人的国家学他一样 但每次都是撞大板 伊朗想跟美国的改造 影响了传统的 什叶派教士的势力 引发高米尼的宗教领袖抗拒 而且当时伊朗 巴利维容许美国军人 在伊朗犯罪有领事审判权 根本是伊朗控制不了 那种自外法权 令人民很抗拒 1979年被迫 离开伊朗 高米尼放逐 在巴黎返回来 全民欢迎他建立伊斯兰革命 推翻了 一个亲西方伊朗的皇朝 变成一个与美国敌对的 一个政权 而且还怕美国 扶持巴黎维 打回来 所以将美国人质扣押 一直直到列根总统 上台 才释放人质 美国和伊朗 进入了一个 完全仇恨的 对立状态 直到 因为 1997年温和派总统 哈塔米 自力改革 开始想和西波和好 接着 911之后 需要伊朗协助 美国打阿富汗 后来打伊拉克 那时跟伊朗关系稍为缓和 但美国总统小布殊 却在一个很重要的演讲里 将伊朗称为邪恶核心之一 令伊朗很震惊 于是开始要製造核武器 怕美国 终于进入侵略他自己 于是在2003年 开始製造核子的 种种提煉的 提煉的工厂等等 被认为他预备做核子武器 受到美国的制裁 后来 在2015年 在维也纳 签了一条条约 伊朗的核协议 西方各国和伊朗同意 伊朗减少 做有龙肃活动 换取制裁 输减 但是在特朗普上场 他再度对伊朗强硬 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 对伊朗的出口等等 加以制裁 而伊朗的 苏莱曼尼 是当时的军方大人物 属于伊朗第二号的组织人物 在2020年1月3日 被特朗普派飞机 炸死了 当时他去伊拉克的时候 当然完全是违背国际法 但是美国 霸主说什么就什么 当然 伊朗人是很奋激的 但是 接着上台的 就是现在 来熙 他是一个强硬分子 当时在2022年 一个22岁的伊朗富尔德族的女子 带头巾被认为 不符合伊朗政府定的规则 被捉了 谁知道他死了 引发一个大 国际批评 引起一些示威等等 因为伊朗经过美国化一段时间 他还有一批 相当大的 亲西方的人数 所以 究竟 现在 伊朗总裁是否 温和派杀了他 想 最后一个跟美国和好的 壮帝不打仗呢 还是 美国以色列杀了他 想引起伊朗的内乱 以至到 现在 中东加沙的 战争 以色列可以继续 下去 当然很多的猜测 我们都没办法 一个绝对的结论 但是 伊朗一直以来 和西方的恩怨 有很长远的历史 而伊朗自古以来 虽然波斯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他常常要和 罗马 打仗 或者再早点和 希腊 打仗 等等 但是他和 中国一直 没什么战争 汉朝 很强大的 那时候 跟波斯帝国 是一个和好的关系 班超甚至 派大使金英 去找尋 罗马帝国 经过波斯 去到一个海边地带 但是终于 人家骗他 说要找罗马帝国 要两年 如果不顺风 船洗过去 所以回头 金英 究竟去到哪里 我做过考察 就是当时 班超派的 金英大使 应该是经过 波斯 去到 黑海边 即是现在格鲁吉那一带 因为当时的地中海 已经是罗马帝国的范围 没理由 去到地中海 不知道那里是罗马帝国 但是黑海 当时 罗马的远方势力 未能控制到 那里的人和罗马 敌对 希望班超派来的大汉 大使找不到罗马 大概在格鲁吉那里 的海港 告诉他 如果坐船出海 去到罗马 也要 有盛峰两个月 有益峰两年 他见过这么久 回头 结果 罗马和中国 没有机会 试折有见面 罗马 没关系 波斯的试折跟中国 关系好 唐朝也是 而且波斯很多的东西 卖来中国 在古代 一直都是 很好的贸易 伙伴 而当 现代 到伊朗 和美国敌对 那时 中国就不会对伊朗 采取一个敌对 的状态 所以继续会帮伊朗 买东西 买东西 和石油 等等 使他被制裁 时 都是与中国友好 的关系 所以结果 是由中国 想办法 劝勉伊朗 和沙特 亚伯和好 伊朗 同意 而且伊朗 在和沙特 亚伯和好之后 双方国家交换情报 才知道 他们有些时候 受到 袭击 美国说是对方 襲击 美国说是伊朗 有些伊朗受襲击 美国说是沙特 但后来 情报交换之后 发现原来 都是美国的 特务系统 做的 当然 目前有些说法 这些说法 令到双方 对美国 也有了 少少的 对立和敌意 不止少少 相当大的敌意 现在 由于中东的冲突 以色列打加沙 是相当的残暴 虽然 哈马斯 对以色列都很残暴 但他反过来 杀伤太多的平民 引发 世界的抗议 这个时候 伊朗 和沙特 也在同一阵线 反对以色列 所以 也是可能 和以色列产生的冲突 因为伊朗 直接用飞弹 射过以色列 或是他手下的代理人 例如 真主党 或者 胡塞武装 也是射过以色列 中间 很可能会爆发 一场战争 因为伊朗是强国 所以和以色列打 很复杂 但伊朗 如果伊朗和以色列打 引起美国 他始终不会 打成美国 美国很可能 炸毁 他的核装 是核武器的发展 所以我估计伊朗 这次 或者好几次 都是 采取 不加大矛盾 的立场 以至 不想发生 更大的冲突 而伊朗 将伊朗 加入金砖国 将与中俄的势力结合 形成了一个新的 未来世界发展的动向 即世界正是有转型 这个我们要注意 有关世界的新的转型方向 主要是来自 中国和俄罗斯的 开始结合 引致中俄结合 基本上 都是拜登的一个愚蠢的政策 又可以说 从奥巴马开始 美国想在西面压迫俄罗斯 在东面压迫中国 本来俄罗斯和中国都想和美国友好 但被美国压迫之下 美国和他们敌对 他们被迫走在一起 但是两个大国 现在加上伊朗 可能是加入 就会将世界的 深藏地带 所谓世界岛 World Island 连成一条线 这条线是西方的海权的霸权性帝国 无法进入内陆 内陆就形成了一个新的 世界经济政治 军事的核心 的连结 这个所谓世界岛理论 主要是来自 一个著名的英国的战略家 哈伯·麦肯德 哈伯·麦肯德 他一早就提出 一定要将 中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大国 英国是 将它分化 尤其是它敌对 免得它结合 因为一结合 就会将整个 欧亚大陆 连结起来 以英国当时 以海权和海军为主的 帝国 即是帝国主义 是无法打进去的 后来当英国 二战之后 开始不行 那时 美国兴起 成为一个 新的海权国家 在世界各地 都有 那些 军事基地 海港等等 又有十几只航母舰 战斗群全世界 尤其在军事上操控世界 是无人能够匹敌的 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级霸权 但是这个霸权 由于它内部开始走向衰落 欠债累累 经济开始不行 以及社会不公平 引起很多问题的时候 忽然中国的兴起 迅速在经济上 最近美国追到差不多 有些地方都超过美国 在科技上 也是研究 一直追上美国 美国做到的 他也做到 所以美国 一直以来 担心 就是担心 中国兴起 会超过自己 所以就要打压 中国发展 本来以前 基辛格很懂 他知道要把中国拉到美国 去对抗苏联 这是美国最聪明的战略 后来 鲍利尊斯基 写大旗局 也是这样主张 但是到了奥巴马 以及拜登 可以说是 蠢到无影 毫无学 远见没有战略 这些领袖 要将俄罗斯 在西面 解压迫 通过颜色革命 改变 用湖南 压迫俄罗斯 希望削弱俄罗斯 而且 拜登以为 可以知道 用欧洲力量联盟 整低俄罗斯 中国就会孤立 我就会任由我宰国 谁知俄罗斯没有被他打低 反而很强悍地 打败 令到 湖南陷入困局 代理人 又不能打赢俄罗斯 欧洲列强 也没法 而俄罗斯 因为受到脅迫 他开始对他本来不太想亲近的中国 因为中国过去也是被俄罗斯欺凌的 而且 中国过去的蒙古曾经打过俄国 俄罗斯也是很害怕的 因为俄罗斯是被蒙古灭了 所以对黄总人有点担心 所以中国的冒起 俄罗斯也是维持了一个 中庭的关系 但是到现在 因为美国和欧洲 都有北弱势力 对他压迫 他于是就要 用中国买他的货品 因为中国很够意气 没有在后面趁机进攻他 这个以西方过去的做法 如果俄罗斯在这边要应付 欧洲和美国的北弱势力 如果中国趁机 抢回旧 俄国抢了中国的土地 因为俄国也抢了中国的大批土地 无论是东北 或者是在中亚洲 在乾隆王当时的很多土地 是被俄国抢了 如果中国趁机抢回大幅土地 俄国是没得打的 这个时候 以中国军队也是相强的 俄罗斯没有可能两面作战 但是中国没有趁机插他 反而还帮他 买他的东西 天然气 石油等等 结果他就要做一些大油管的供应 因为中国最担心 如果有一天美国和中国打 中国的能源供应要通过 马洛甲海合运 会被美国截断 但是现在 就立刻后面大批的 天然气和石油供应 对中国来说非常有利 俄国也有利 因此赚了一批大钱 可以买武器 整武器 去打回西方 他又打赢了 那时大家 越来越走向 是一个密切的伙伴 现在又是伊朗 也是因为要跟 在加沙地带等等的冲突 和美国又再次作为冲突 也是在一个危机当中 伊朗这个中东大国家 又投入了中俄 的结合 又通过 中亚洲各国的结合 金川国 或者是上海的组织等等 这个世界岛就形成了 是在欧亚大陆结合的 强国的一种联合 北约组织的那种 先进科技 都打不到进去 战栏也打不到进去 而且当中国的科技 是好先进 俄司的战争科技 都不弱 结合起来 基本上 就是 西方 这些客观因素 是加速了各方面的潜力 如果还有一些 世界的抱守 把权主义 和强权正义的国家 基本上是背道而辞 世界一个多极化 应该重视 国际关系的 民主化 和国际的公平正义 接着 批判 美国和 西方列强 企图 用基于 规则的秩序 取代和颠覆 是供应的 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 这样的时期 其实是 背道而辞 和应有的公平 公义的发展 俄国和中国 都是 强调 要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伊朗加起来 似乎的确是 西方把权 帝国主义控制 世界几个世纪的年代 可能就终结了 形成了另一个新的 政治经济 军事对立的形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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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